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蛮语中 河图阿拉译为横港 也就是平顶小山港的意思 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 常住人口有2200多人 满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75%左右 直到如今 这里的人们依旧保留着 很多满族人的风俗习惯 河图阿拉村也成为了 当地彰显满族文化的一个作影 近年来 河图阿拉村大力发展旅游业 它被国家列为 第一批满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 在2013年 农业部公布全国美丽乡村 第一批创建试点名单 这个满族的村落也在其中 有人说 中国满族看新兵 新兵有满族自治第一线之称 新兵满族看永灵 永灵有中华满族第一阵之称 永灵满族看赫图阿拉城 赫图阿拉有清王朝第一都城之称 言外之意 赫图阿拉的满族文化保存得最好 那么 究竟现在居住在赫图阿拉的满族人 是否还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呢 我们的记者小马是一位满族姑娘 不过她从小在城市中长大 生活模式早已被汉化 这对于身为满族人的她 也是一个遗憾 今天我们跟随小马 来一同踏上这条 回归传统之旅 赫图阿拉城 现存古建筑遗址33处 当地的旅游局 每年都会进行定期的修缮 对于满族的语言文字 歌舞 服饰 饮食 建筑 礼仪 以及丰族习惯等独特的文化 赫图阿拉城的导游告诉我们 以前居住在老城区的108户村民 现在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陆陆续续地都开启了农家乐 这些农家乐 不仅能为游客提供特色的饮食 而且这农家火炕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触摸那种抗袭的感觉 像触摸到历史一样 跟我们老一辈的亲人 他们所居住的是一样的 赫图阿拉村 依托旅游文化这一主题 充分发挥村里的旅游资源 在不影响不改变原住民的生活习惯 和文化风俗基础上 将这里开发建设成为了 一个具有一定旅游接待能力的旅游村庄 目前已经与1000余家旅行社 签订合作协议 安山 盘金等五个城市 开通了赫图阿拉村旅游直通车 全年接待游客大约50万人次 这一趟穿越之旅 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赫图阿拉村就是一个把民族文化 融入到每一个细节当中的旅游乡村 如今在当地乡村旅游的和谐发展下 这里的农民不必去大城市里工作 就在自家门口依靠着自己的民族文化 也可以在美丽的乡村里 过上自己的